母鸡大战眼镜蛇 你猜猜谁会赢 今天我们来了解三种蛇的可行 第一种母鸡 在画面中 一只老母鸡正遁守在角落里 在她的身边还有几只小鸡仔 本来是一场母子子孝的喝戏画面 却不料在母鸡的对面 突然爬过来一条眼镜蛇 并且对方来势汹汹 目标就是老母鸡身后的小鸡仔们 上身直立的眼镜蛇 把小鸡仔们吓了一跳 他们慌张地向母鸡妈妈身后躲去 母鸡妈妈为了守护自己的幼崽 整个人都开始进入战斗模式 就在这个时候 老母鸡突然向旁边的草丛里啄了两口 原来在草丛中还隐藏着两条眼镜蛇 想要偷袭老母鸡和鸡仔们 但即使是面对三条眼镜蛇 母鸡妈妈也丝毫没有害怕 只见她猛地啄了草丛里的一只辣条好几口 给了这三只辣条一个下马威 看到自己的妈妈如此勇猛 身后的小鸡仔们纷纷跳出来给妈妈加油 老母鸡看到这个场景 也先不管自己眼前的三条眼镜蛇了 赶紧将自己的孩子们重新赶回自己身后 之后 老母鸡大战眼镜蛇正式开始 母鸡妈妈心事猛地啄了几口 离自己最近的那条眼镜蛇 这个攻击里 这根辣条完全没办法抵御 经历了如此惨痛的过程 这条眼镜蛇 马上灰溜溜地逃走了 解决到一只后 鸡妈妈又将目光 放在了他旁边的这根辣条上 又是一顿猛捉后 第二条眼镜蛇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然后失去地离开了 接下来 就只剩下一根辣条了 和前两条眼镜蛇不一样的是 这一条眼镜蛇 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就算母鸡妈妈 已经捉了他好几口 但他还是勇往直前 一股囊往前伤的后果就是 被母鸡妈妈捉得 在地上来回打滚 但即使是这样 这根辣条还是不认输 想要忍着疼痛 继续攻击母鸡 但由于力量差距实在太大 最后 也只能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这一局 母鸡妈妈完胜 当草原莽夫平头哥遇到蛇后 又是谁能更生一筹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蛇的三种克星 第二种 平头哥 我们也知道 平头哥是世界上 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无论是草原霸主 老虎狮子 还是非洲二哥 猎狗 平头哥 都敢和他们打上一打 更是有一句话叫做 非洲乱不乱 平头哥说了算 眼前的这只蜜罐 正在不理食物 到了这个季节 蜜罐一多半的食物来源 全都是蛇 并且它们有独特的捕食技巧 一根辣条 在看到平头哥后 立马钻进了自己的洞里 而平头哥丝毫不在意 只见他来到洞口 对着洞口就开始哈气 这根辣条 受不了平头哥的口气 无奈之下 只好走出洞穴 接下来 双方进入空旷的区域 正式开始一场大战 蛇的心里 估计十分不满平头哥 于是比赛一开始 就猛地朝着平头哥的眼睛攻击 这一招很管用 平头哥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咬了一口 眼睛应该是蜜罐身上 最脆弱的地方 这个辣条也是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乘胜追击 继续向蜜罐的眼睛发起攻击 蛇如此迅猛的速度 蜜罐根本反应不过来 恼羞成怒的蜜罐 开始张开嘴巴 想要将蛇吞下去 奈何 蛇的反应力实在是太强了 经常在平头哥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 攻击他的眼睛 甚至是头顶 不过平头哥 勇猛的战斗力 可不是吃素的 他一下子咬住蛇的身体 给了这个辣条一个重创 辣条发现自己 打不过眼前这个动物 想要匆匆逃离 但平头哥却不想就这么算了 于是一口咬住蛇的尾巴 将蛇拽了回来 辣条还想要再挣扎一下 但胜负一分 平头哥两手抓住蛇的身体 然后嘴巴将蛇头一下子吞了进去 最终 这根可怜的辣条 变成了平头哥的午餐 牛蛙居然和蛇打了起来 并且牛蛙还已经将蛇的身体 吞进了嘴里 那么这条蛇 仅凭自己的蛇头 能成功逃脱牛蛙的嘴巴吗 我们一起往下看 本来箱子里一片岁月静好 直到可恶的两脚兽 将这根辣条扔进了透明箱里 牛蛙一看到这根辣条 就兴奋了起来 几个快速的连招 将这条蛇吓得暴头乱窜 但这只牛蛙只想乘身追击 一心一意的盯着这条蛇的尾巴 想要将这根辣条送入自己的嘴中 虽然这根辣条十分滑溜 但是牛蛙还是找到了机会 将这条蛇的尾巴吃进了肚子里 这一下可把蛇痛的四处挣扎 它仗着自己细长的身体 开始用嘴巴攻气蛇的后腿 别说 这一招还真有点作用 牛蛙疯狂的笑后串 想要摆脱蛇的嘴巴 但奈何这条蛇的嘴巴身份顽固 无奈之下 牛蛙只好继续疯狂的向后踢 这个时候 辣条终于送了口 可是自己的身体 还在这个家伙的嘴里 辣条就想着 得让眼睛这个家伙张开嘴巴 于是 它转变了思路 开始攻击牛蛙的嘴巴 牛蛙突然被咬住上额 疼痛的用两只手 扒拉着蛇的身体 这根辣条大概是自己没有手 已经没预料到 牛蛙还有手可以作为抵御武器 这种情况下 由于蛇的攻击范围变短了 牛蛙已经将蛇的大半个身体 都吞进了肚子里 蛇只好咬住牛蛙的鼻子不松嘴 牛蛙疼得四处挣扎 同时手还不停地扒拉着蛇的身体 终于将蛇的嘴巴赶下来之后 牛蛙的上额也被蛇咬到瞳孔 蛇趁着牛蛙恢复的时间 又开始打量牛蛙的脸 想着从什么地方开始下嘴 于是 它直接咬住牛蛙的脸颊 并且朝着人家的眼睛进攻 奈何自己 只剩下一颗蛇头还在外面 根本够不着 最终 这根蜡条还是被牛蛙无情地摔进了肚子里 这张人斗 牛蛙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小伙伴 还知道哪些毒蛇克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